Hello 大家好 这里依旧是剑语魔法转生到异世界 上一期大家表现非常的好 仅仅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就将点赞量点到了210 所以这一期我打算加点难度 如果这一期大家点赞量到达211 我们迅速更新下一期 好了那这里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上一期结束之后 我们并没有闲着 现在已经是举家搬迁 搬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桃花岛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家庭了 而且一山傍水 这是山这是水 旁边还有个岩浆 四周还有几个非常漂亮的桃花岭 虽然它叫银河 但是我们就叫它豪华 我们就是这么果断 下方这里呢 旺财 最终的旺财还是决定要离我 和我一起到来这个小家的位置 而且家旁边有一个蜂窝 有一只大熊猫 非常的好 好了那这一期呢 我们干些啥呢 上期有同学说我不会跑 跑有什么不会的 我们现在这个叫走对吧 这个就叫跑 我不当跑我还会跳呢 这一期我们打算去下矿 所以呢 找一点之前的原石 带一点木头 把一些不用的木板存起来 这一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要去做一下 没错 我们要先去做一个床 没有床的话 每一次死会死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我表示很尴尬 先把床放在家里 然后躺一躺 需要在夜间才行 那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死得太惨吧 基础的工具非常的重要 基础工具做一做 好吧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矿了 要下矿的话 这个是我们家的位置 不能把家挖的太七零八落 那下矿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风水宝地 看一下这个桃花岛 桃花岛的风水呢 就在这里 这里不是就有一个天然的矿坑吗 虽然我觉得应该是 这里是上一期苦力怕炸的 起码多弄一些铁 而且这个版本剑语魔法的维修呢 很多时候是需要矿洞当中一种 非常奇异的矿石 才可以修理的 那手头的时间呢 完全已经不够我们去使用了 我们这边的话就进入矿坑当中 这是啥 哦呦 哦对 反品矿物 通过它呢 应该就可以去维修我们的这些法杖之类的 对没错 这就是剑语魔法当中一个非常神奇的矿物 这个矿物非常的关键 因为这个版本当中实际上武器 比如说我手头拿这把实践的话 伤害在后期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更多的武器 它有RPG元素 更多武器是需要打怪来获取的 当然武器使用呢 就会消耗耐久 那这个没有耐久之后呢 就需要用这些各式各样的矿物品 挖到空洞了 可以可以可以 洗钱先买 洗钱探究一下 青铜街的僵尸村民 火球 炸它 只有四级 渣渣 请教我放火小农手 这个绿色的 不会是绿宝石吧 下品的矿物 这是RPG当中的另一种 比之前反品矿物要好一些 它属于下品 下品好还是反品好呢 这个水好烦 能不能 能不能 先把它堵住 烦死了 动都动不了 我是不是应该先做个铁锅回来 也把这个水堵上 哦 有僵尸 来 来呀 你 你来呀 你 你来呀 有本事 你跳过来呀 来呀 哎 哦还行 砍杀等级增加的数量还不错 这是个青铜级 果然青铜级和黄金级的差距好大 后面不会怪吧 诶 诶 what 等会 刚才只是个小小的意外 其实刚才我只是想回家去把铁拿一下 明显看到刚才下矿呢 我们手头是没有太多铁的对吧 所以呢 呃 我专门用一种最快捷的回家方式呢 回到了家里去拿了一些铁钉 这样我们手头就有铁锅了 刚这边是怎么回事 诶 这有铁矿 接着没有看到 诶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寻找出大量的铁 提升一下我们现在手头的装备和武器配备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诶 之前太过于大意 看到没有 脚下这么多的铁矿石 我竟然没有看到 诶 这就是之前的失误好吗 诶 这 刚才是 哦 刚才是这里 你在动我 这里为什么有个坑在这 我就说我为什么后退一下会掉进岩浆呢 这 诶 好吧 好吧 为了避免犯刚才的错误的呢 我先把装备装上 这就是啥 为了避免我再犯刚才的错误 我要提前未雨绸缪一下 先把 先拿一个箱子 然后我们矿 坑内挖到的所有的矿石呢 就先存进箱子里面 以防万一 对吧 以防万一 诶好 诶 诶 苦力胖 炸我呀 诶 有种方式来 来 炸我呀 嘿嘿 好 等会儿 第一 这 这什么时候多的钻石 第二 黄金闪避墨影人 他能闪过来吗 诶 他好像卡住了 哈哈 诶 是不是白送了个墨影人在这里吗 诶 可以 诶 诶 这 白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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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 中了一个点燃效果 我在这里打完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 墨影珍珠了 诶 好像真的可以 错误的决定 那这一次明显是 上天太过于眷顾我 好吗 送给我们一只 卡住了的墨影人 诶 怎么烧不死他 诶 诶 哇 他掉了个钻石斧吗 我去 未知的中品符需要鉴定等 需要鉴定才行 可以 先先冲一下 先冲一下 然后最主要是这里竟然有钻石 我为什么之前没有看到 他会自己刷戏吗 真的是钻石啊 我记得什么苦力啪 我竟然这么容易的就获取到了钻石 简直不敢想象 诶 吓死我了 待会儿 离岩江园一点 怎么这么多 刷国刷的这么多啊 你们数量也太多了吧 what the fuck 傻了吧 what the fuck 我都为什么吸了个球 不要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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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魔法使 我们是魔法使 what the fuck 不晋级的 为什么 我手头可以用的武器不多了 我经济的寒冬僵尸 你从哪里过来的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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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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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批 跳批 这种火球兽能打到他 哇 掉了一个盾牌 我先把我先把装备都上 不着急 不着急 来个射击孔 哎 来打我呀 傻了吧 然后 嘿 死一个 我炸 我炸 这个技能有八个 为什么打不到人 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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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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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及 圣地 哎 哎 哎 我砍 哇 一个黄金 一个薄金 薄金记得僵尸 好像会掉紫色装备 来来来来 哈哈 哎 碰他 哦 这个 爆破级的武器要往脚下放才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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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啊 拿了一把弩 拿了一个新的戒指 获得 冰之灵乳套装 我这是法师长袍套装 还获得了几个锤子 繁品圣物 什么还有个人 黄金火山级僵尸 这些僵尸都好厉害 nice nice 我觉得监狱这里老是在死 我把常用的东西先搓一搓 哎 哈哈哈哈 哎 这个僵尸为什么这么蠢 哎 青铜级的僵尸 哦 我这卡叉等级在飞速上升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好惨 哎 让我补个刀嘛 继续开始我们的 为祖国挖矿而生 各种矿石 铁矿啊 金矿啊 最主要是这一波找到的钻石 我也没想到 哎 有只小白 你射不到我 柏金级闪避 骷髅火山爆发 这些都是这些啥名词 哎哎 好疼 怎么这么疼 我这也太疼了吧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再装一键 我去 怎么这么疼啊 一键 是我这么多鞋 哦 之后我要加些 加些耐力才行 这个鞋量的回复速度 好慢啊 哎 我去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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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差点没炸进岩浆里了 我的天 为什么背后会悄不生气的 出一只狐狸怕呢 吓死我了 哎呦 为了以防背后出现奇怪的东西 我想把这个地方堵住 哎 这里就安全多了 这里就安全了 哇 这边有好多好多这种矿石 下品矿石 以及还有一些红石 下面堵着 哎 挖入矿石之后呢 就把它存下来 这样就不会 有太多的危险了 对吧 我捅了苦力怕的屋了吗 怎么这么多 算是青铜级的 他自爆之后不给我加那个卡扎等级就很久了 这个爆破能力很强 这个爆破很强 OK 那我们可以开心愉快的去下矿啦 哎哎骨头 有只奇怪的地下矿工 我特别好奇它是 和普通的僵尸有什么区别呢 我特别好奇 我的肉还有一块 所以就说我应该还可以带出去再烂一碗 哈喽啊 他长得还是蛮萌的 人呢 我这个声音太悦耳了 这一次下矿真的是太爽了 虽然前期可能略有一些 惊心动魄吧 但是整体呢还是 诶等会儿 诶 我们是 等会儿我们是 怎么下来的 我怎么忘记回家的路了 我是 我是从那条路回来的 对应该是这里 吓死我了 我们现在是要活着 把我们的 这个 所有的财宝呢 王之财宝 全部拿回去 只要能活着 把王之财宝拿回去 就是我们的生意 可以可以可以 找到了回家的路 经过大概 两天两夜的 下矿之旅呢 我们已经有一无所有 变得应有尽有 对吧 什么都有了 钻石也有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矿石也都有了 非常的棒 到家里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特别是这两块钻石 以及这个位置的铁府 现在有个问题 它这个东西呢 中品的斧头是需要鉴定卷轴来鉴定它 那鉴定卷轴 我们搜一下 鉴定 对 鉴定卷轴 鉴定卷轴是需要中品的矿物 以及中品的矿物 也就是说还是需要去下矿 我们这种 我们只有繁品的 你在逗我 然后 这个东西需要维修 维修是用什么 修理 对 装备修理台 这个可以做 可以 三个熔炉 然后铁定 铁定围圈 中间放一个围 装备修理台 装备修理台 我的新的配方是OK了 把它就放在这里吧 比如三叉戟说绿色 应该需要下品矿石 哦 好 我20多个下品矿石就被它吃掉了 然后呢 这种矿石呢 实际上是一种燃料一样的东西 它放进去之后会直接燃烧掉 来增加它这个 这些矿石就和燃料一样 是可以去修理我们手头现有的装备的 但是 什么情况 怎么就没了 我的三叉戟倒是修理好了 但是它矿石也消耗没了 哇 这个消耗也消耗率也太高了吧 上期我也看了一下留言 很多朋友说是 这个 南瓜呢 是需要用剪刀先去割一下的 先把它弄开 也是新版本 南瓜放这里 剪刀 哦 哦 这样就修改出来了 然后再把它挖掉嘛 这样就获得了雕刻过的南瓜 之后就可以把它合成南瓜灯 啊 了解 照亮万物的南瓜灯 哎 这样看起来就漂亮了许多 好看了许多 我记得我们的海岛边上 我曾经发现过有一只海龟 它哪里去了 哦对 果然在这里 我们把海龟牵过来 你就不要在这了 来 小风教你钓乌龟 来 来 哎 哎 哈哈 哎 好 不要走 还想跑啊 哎 不行 掉弯要让我玩坏了 这是青铜级的海龟 大哥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陪我去回家呀 不要在这里游了 好不好 算了 我们去钓好鱼吧 不要饿死了 钓点鱼 我觉得以我的 对吗 以我的这种人品来说 钓只鱼问题应该不大 哎 哦 嘿嘿 还是钓到了一只鱼 生血鱼 哎 可以 首先要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 羊肉已经让我吃光了 这只岛上已经没有羊了 小羊在隔壁的山那一头 应该还有几只 但是 基本上让我已经杀光了 现在第一目标是 先去弄点羊肉过来 哎 又一只 来来来来 把这些最后的熟羊肉拿过来 然后 血鱼放上去 要不要刺呀 下一步呢 我觉得就需要去练习一下 我们的那个战斗技巧了 现在 我们的砍杀等级还差2000 就可以到等级更高的区域了 火系精通一旦到达10级之后 就可以召唤一只熔岩花 哎 又有一只墨影人 在那里 哦呦呦呦 好快 哦呦 哇 但是我会怕你伸插机 人呢 哎 我去 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墨影人 在哪 刚好 拿他去练级 僵尸带了只儿子过来了 两只儿子 他儿子先炸 他儿子 他儿子好弱 哎 儿子上来了 托死他 哎 好萌啊 哎 我想知道小僵尸如果在这里呆久 会不会变迹尸 哎 嘿嘿嘿 嘿嘿 哈哈哈哈 小小小小小扑楼 我们的海王三叉级 不会近战的法师 不是好法师 我们悄悄的走回去 哎 哎 哎 哇 你们在水里面不走的吗 哇 哦 可以聚怪 我觉得 我知道这个游戏的玩法了 我们可以把怪物全部聚集在水里面 然后采用爆破魔法 把他们全部炸死 哎 这个想法好 哎 这一波 晚上的特训呢 还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之后我看看 已经6G了 我们加点数 首先 属性点太 哎呀 我觉得我太怕疼了 我们去点体力吧 去去点防御吧 防御是 它可以增加生命的百分比 以及生命回复 我现在每秒加0.7的生命回复 以后后面加高点 是不是就是 每秒它自己会回血呢 我的回血速率会更快一些 天赋点数 我们依旧走魔法流 这里是增加10%的魔法护盾 全加魔法 我的魔法值已经159了 好吧 那这一期呢 我们时间差不多 哇 你看我身上被射成什么了 那这一期就先玩到这里吧 下一期我应该会 先练一下我们的砍杀等级 之后去居木林 探索新的区域 看一下游戏当中是否有村庄 起码我们安家狂魔得找到一个新的村庄 生存才行啊 好吧 本期实况就在这里结束了 喜欢影片呢 不要忘记点赞 以及关注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了哦 嗯 大家拜拜 更多精彩视频 搜索逍遥小凤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